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如今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做与众不同的人 除了可以受到关注也能拥有影响力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有些人类比与众不同的人更与众不同 今天我建设是为你带来五位你没有见过的神奇人类 在印度有位小女生生下来只有八只手脚 在印度当地生于畸形的孩子通常都会被视为神明转世 村民们都称她为女神都纷纷来到女童的家膜拜 拥有八只手脚令她地位崇高 但是四手四脚阻害了她的成长 也无法过着正常的生活 有医生断言她活不过青少年时期 女童拥有八只的原因是她原本有一个连体麻生姐妹 但是对方发育不健全 没有头部和胸部 四肢则寄生在女童的盆骨上 经过重大的手术后 女童已经可以像个正常人那样走路了 但是手术后 女童的身体每况愈下 需要更多的复健帮助身体复原 这是一位真正不用睡觉的奇人 1943年出生的越南人 在她31岁那年 某天严重的发高烧就再也没有睡过觉了 至今已经有45年没有合过眼了 她担心身体会承受不住 到医院诊断 医生替她检查的时候发现 除了轻度肝功能下降以外 没有明显的健康损伤 她每一天到农场干活 还搬超过50公斤的东西 双脚走4公里的路程也不觉得累 有一次她的太太故意用酒灌醉她 她依然没有睡意 因此有些人认为 她遇证明了致死性家族失眠症 并不总是让人死亡的 女正环是中国第一毛孩 她出生的时候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身上96%都覆盖了黑色毛发 也被吉尼斯记录评为 世界毛发覆盖最多的人类 在她成长的过程里 她因为无法面对毛发 开始变黑变多 她开始自卑 不想与外人接触 整个人变得忧郁自闭 几乎走在自杀的边缘 但是家中的父母一直包容她 鼓励她 才让她慢慢树立起自信心 如今她是一名演员 也是一名歌手 感情路也相当顺利 这位过百岁的老婆婆 在自己的村庄里 走到哪里都会备受瞩目 原因不是她的长寿 而是长在她头上的硬角 老婆婆表示 平日的生活作息都非常正常 只是某天头部左上方 不知怎么的慢慢长出了硬硬的角质 因为不疼也不痒 老婆婆也没有加以理会 谁知道现在已经长成约5.6厘米的硬角了 而且头部的右上方也开始有角质顶出头皮了 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某些皮肤病的基础上 除了老人 孩童也有可能患上这种疾病 印度男童卡林姆 从出生就有两只比一般人大两倍的手掌 随着男童渐渐长大 手掌也越来越巨大 因此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手掌的人类 松手占了她体重8公斤 也让她无法料理自己日常的生活 甚至成为了同学们嘲笑和霸凌的对象 她的父母虽然也曾经带她到医院就医 但是男童的母亲必须到街头 行起才能让儿子继续治疗 庞大的医药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专业医生表示 这种症状很有可能是患有 淋巴管瘤或是错垢瘤 尽早治疗的话是能够痊愈的 但若是拖延下去的话 恐怕会有性命的危险 或许今天你是幸运的 你无需经历他们所经历的 因此不要嘲笑别人的疤 因为那只是你无需经历的伤 你想成为哪一种其他的人类呢 还是只想乖乖做个普通人 都欢迎在以下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